我问一个41年属蛇的女的 她在场但是她上来去了说不了话 41年属蛇的女的老师 哎呀 我告诉你啊 她一个大零星在她身上很长时间了 她现在不单单是肺不好啊 她的肺不好 她这个地方啊气管这个地方严重的黑气啊 所以她不是气吵不过来 这个地方跟这个肺啊全部阻碍 所以她现在的肠胃也不好 吃东西也不好 你明白吗 我告诉你她肺有点气肿啊 我不好意思讲啊 她年轻的时候啊 抽烟 抽烟 她应该怎么练小房子 你叫她现在这样吧 首先叫她不要再吃胆固醇很高的东西了 因为她的肺你不能接受这些东西了 我现在看她的肺啊 收缩是很小的 人家肺的收缩是这么大的嘛 她肺收缩很小 也就是说肺活量不够大 所以她现在气喘不过来 实际上我告诉你 她年轻的时候很会讲话 非常会讲话 对不对啊 你说对就举手叫她 对 我告诉你 看见了吗 举手吗 我告诉你 你叫她现在坚决第一不能吃活的海鲜 明白了吗 第二 家里所有事情少管 第三 每天念大悲若四十九遍 新经念二十一遍 好吧 还有叫她放放生 她你别看她那个样 会藏钱 知道她会把钱藏起来 你叫她拿点钱出来去放生 换成了人民币 现在也蛮高的 没有 她会的 会吧 她会的 她人是个好人 但是她的命很硬 她的感情运不好 对不对啊 对 对 我告诉你 清清楚楚 你叫她好好的修 好好的学 她一定会变给人的 好不好 谢谢 我想再问第二个问题 看一下两千年的龙男孩 两千年属龙的 对 想看什么 身体 这小孩子不是现在 生出来 身体就很虚弱 生出来 身体就很虚弱 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 很多过敏 而且这么小的孩子 这个脑子不是太好 听得懂吗 我希望你好好的给她念新经 最好每天念十四九遍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谢谢 谢谢陆太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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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